Hello 又來到期家恆的介紹Bot Game的時間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一隻合中貓 Cat in the Boss 一開始就要看看裡面的遊戲是什麼 有個機密文件 說明書 繁簡兩本的 故事的合中貓 就好像說有個什麼實驗 有個什麼貓中了一幅蛇巴盒 一天你不觀察它 你都不知道它死了沒有 好像是這樣的 我不知道 只是我猜的 由它玩一個Track-Ticking的機制 之前有認識的朋友 可能就知道Dercule Skull 那些 橋牌 這樣的遊戲 就是Track-Ticking 這個遊戲的主版圖 跟人數設定會放不同的卡 會改變設置 這個設計是不錯的 令到遊戲不用拍到一塊球 節省一些錢 這隻機器就不用太貴 然後每個玩家有個玩家版圖 跟人數 4-5人玩用這邊 2-3人玩用這邊 上面都採取了Double Layer設計 因為它是雙面 所以其實是Triple Layer設計 你會需要放置自己的玩家Token 去上面去做事 我都比較喜歡Double Layer設計 每些Token就是走 然後就會見到一些遊戲卡牌 遊戲卡牌很簡單 這個是First Player的Marker 是一張卡牌 然後就是數字的牌 其實很簡單 就是數字1-9 每款數字有5張 你看到其實都沒有關係 但是中間的貓的圖案 都有不同的樣子 上面都很貼心 寫上不同人數什麼卡 說明書都寫得很清楚 遊戲這些牌 待會每一局遊戲 就會派出等量的手牌數量 最後就是玩家Token 玩家Token 有5個玩家 黃色就是原子的圖案 形狀不同 而且是透明黃色 第二隻就是藍色 就是科學瓶 科學研究實驗Fast 也是透明藍色的 也是不同的形狀 我覺得這個Token 還有一個黑色的貓貓Token 有4顆 小人玩的時候 就會放進主波封位 五個人玩就不用了 還有一個計分子 每個彎會計分 寫個分子 幫助大家更容易計分 裝作實驗紀錄 遊戲配件就這麼多 立即說一下遊戲是怎樣玩 遊戲總共有三個階段 第一關的準備階段 就是派牌 派牌之後 大家可以在手牌裡面 選一張牌去套遊戲 即是說這一彎 你不會用到這張卡 最後就把你玩家的標記 在玩家版圖上 去猜一下你今彎會贏幾次 你會贏幾次 階段二就是行動階段 由起始玩家開始 你就在手牌任選一張牌出 所有牌都是沒有顏色 就是你出的時候 你宣告一張牌是甚麼顏色 每個玩家版本上都有 上面紅色 右邊藍色 下面綠色 左邊黃色 你出牌如果想說它是黃色的時候 就把牌放在黃色左邊的位置上 代表這就是黃色的牌 出完牌之後 立即把玩家標記放在主波上面 相應顏色數字的位置放在主波上面 代表這一彎大家都不可以出出 相同顏色和數字的牌 當Freshback出牌之後 定了今彎的基本色 是甚麼色 譬如今次的基本色是黃色 當第一個出牌的玩家 定了基本色之後 所有玩家都要盡量跟 基本色出牌 如果你不跟它 譬如我出藍色的時候 黃色上面的交叉 玩家標記就解開 意思是以後你的輪 都不可以再出黃色的牌 那說出牌限制 出牌限制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 你如果那個顏色是有靠雜 封印了的話 你不可以再出那個顏色 第二個牌 如果在主要版圖上面 有任何玩家標記放在 那你都不可以出那張牌 最後一個規則就是 每次第一個出牌的玩家 是不可以出紅色牌的 但如果今輪 紅色的行有任何玩家 要放上去 意思這一輪有任何玩家出紅色牌的話 第一個出牌的玩家 就可以無視規則 照出紅色牌 每一輪 我們每次 由第一個玩家出牌 然後輪流順時針出牌 直至所有玩家出完牌 就會完結這個細彎 細彎完結的時候 會馬上結算 哪一個贏都要出的 數字越大就會贏 而顏色方面 紅色就是最厲害的 其次就是基本顏色 即是第一個出牌的玩家 顏色 另外那兩隻顏色是最弱的 固然之 如果有人出紅色牌 基本上他就會贏 如果多一個玩家出紅色牌 就看看哪個紅色牌最大 如果看出紅色牌 就看看基本色 也有人出牌 如果有的話 就是他最厲害的 如果多一個人出基本色 那就最大數字贏 知道哪個贏之後 把這個圈 大家出牌 收起來 變成一疊 放在贏的玩家面前 記錄了他吃幾次牌 由贏出的玩家 就會再次出 第一個出牌的玩家 就出牌了 什麼時候才完結 第二階段 第一情況就是 如果已經出了 什麼二的牌 只玩最後一張牌 玩完這一圈 會完結 第二個情況就是 當你要出牌的時候 沒有牌可以出 根據剛才出牌規則 沒有牌可以出 展示你的手牌 讓玩家確認 這個時候就叫撥論發生 這時候就會直接 Shopcut直接完結了這個第二階段 這一輪都沒有人會吃到牌 完結之後 還有第三階段 就是計分階段 大家要結算 你剛才吃過的trick的次數 每一疊牌 會讓你達到一分 看看你吃的trick的數量 和你開始猜的時候 是否合適 如果合適的話 你會得到 bonus 分數 如果不合適的話 就沒有分拿 bonus 分數很簡單 就是看看 你那個版圖上面 你玩家的標記 打橫打直 雙連最大一組的token 有幾多粒 譬如這個情況 這裡有1 2 3 4 有4粒 這裡有2粒 這個比較大 所以你會總共拿到 1 2 3 就是總共4分 如果第二階段 是造成撥論的玩家 這個 bonus 分數是沒有的 而且你每一個吃到的trick 會變成夾1分 而不是加分 當初鑲解完分之後 就寫了分在紀錄板上 然後就重整遊戲 重新遊戲 就是將大家的牌 去收光 包括套記的牌 收光 然後洗雲再派牌 起始玩家標記 那張牌 就會順時針傳去下一個玩家 然後所有主版圖 的玩家標記 會回來 然後重新 把你的標記 蓋住所有交叉位置 然後就可以執行第二輪的遊戲 遊戲總共執行 緊緣玩家人數的輪數 譬如五個人玩家真的五輪 五輪的分數加起來 最好分就會贏 遊戲的規則就是這麼簡單 希望大家喜歡這款遊戲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 blog game的資訊 可以看回我的非足專儀 有問題可以留言 記得like and share 他的youtube channel 下次再見 chiplelayer 下次繼續走音